這個拉鍊是做那種舌槍色的 就不是那種很平衡 很便宜的那種拉鍊 然後這雙的話是做炫頭這樣子 微幫頭的 幫頭其實從去年開始啊 幫頭跟尖頭都流行 然後到今年 今年的款比較不一樣 它是做這樣子 鞋車線的感覺 近看一下那種鞋車線 好那它的隔非常的柔軟 就是它是超軟的那種 然後是有點彈性的 所以穿上去是很舒服 然後後跟的跟高大約是這樣子 其實它的這個高度啊 非常適合 大家平常可能上班要走久的 或是出去玩穿它都可以 它很穩 然後也不會過高 然後鞋底是紙滑的材質 就是橡膠大底是紙滑的 就比較耐磨的那種 然後它連前面這個地方 都超軟的 新鞋就是超軟的 穿上去很舒服 尤其是我的腳板比較算比較寬 有點點 微寬 我想要修飾一點說法這樣 然後我的腳就是比較寬 是真的蠻寬 然後腳背比較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問題 因為我的腳真的算胖的那種 好那穿上去讓我意外覺得超好穿 我覺得好穿的鞋子 就是皮革很重要 那當然你們可能如果買過那種便宜的 像這種靴子當然會很多類似有三百九的 但其實真的料質跟那個腳感材質完全都是不一樣 只是視覺上你會覺得很像 但其實你穿上它你會覺得我們這個真的非常好穿 穿一整天就知道啦 對我跟你講我以前腳就是變形可能都是穿到太便宜 我就忍痛 就很忍痛 然後有些皮革都超硬的 那這個是軟的 而且重點我再跟大家講一下我的小缺點 我的腳踝比較粗 所以這個穿起來是不會磨腳的耶 總管理句就是向腿 不是 不是啊 這麼瘦 向腿 我都講我的缺陷了 好那我的腳踝其實是比較粗性的 那我覺得大家會最擔心說它後面會不會磨腳 但其實這雙是真的不會割腳 就是大家已經在短缺的時候 大家會最怕後面這邊嘛 而且不會耶 而且我的算腿蠻粗的 所以其實真的啦 我就是腿比較粗 好那我穿上去我覺得 我覺得整個舒適度都非常的一百分耶 而且我覺得它的前面看起來雖然說很修長的感覺 你看起來好像小小的對不對 但其實穿上去它因為有彈性的 所以你踩上去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腳是可以整個很緊壓 然後好像有辦法張開這樣子 所以它穿起來是真的非常舒服喔 因為這款也是 這禮拜才上的嘛 之前就是還蠻多可能有疏問到這雙 現場賣的很好 穿上去的人都說好穿 而且我們家的鞋子就看起來腳很小 然後都有收長的效果 我覺得短靴是必備的 尤其這種天氣有沒有 你可能穿一些短裙類的 還不想穿長鞋的時候 短靴是實穿性比較高 你可以穿從現在開始就可以搭配它了 然後你要塞褲子也OK喔 因為它是做拉鍊的特徵 因為它是做拉鍊的特徵